狂飘你这几天是真的飘啊 昨晚我好不容易刷到了第25集 今早已打开手机 全是大结局 什么呀 不让人看你直接说嘛 过几天肯定会出来什么狂飘全剧解析 现在我看狂飘两倍速都是我的底线 一盘三十倍气 营销号你追不上我 我有思考过这部剧为什么这么好看 大概是因为剧中有个主角 他叫安欣 全部反派都爱他 我甚至觉得这部剧名可以改成 霸道反派都爱我 早上我还在电影院 看他河里的青衣鬼院小盘腰 来到晚间剧场 他安欣就变成黑道共享白月光了 我脑子的那个乱 怕就怕他今晚抓贼的时候 突然蹦出来一句 红妈脑还是男妈脑啊 空空空 我还思考了一下剧中的高启强 身为第一反派为何受人侵略 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身上有那种属于大佬的松弛感 干嚼咖啡不加糖 我思见功高启强 说话永远不紧不慢 安欣拉着警戒线逼他后退的那一幕 那线都快拉得他鼻孔里了 他还在那 边摇头边后退 他那晃的是头啊 他晃的是妹妹们的心电图 所以男孩子们追女生以后知道怎么吹了吧 他不喜欢的话你就给他倒放 既然狂飘这部剧都快到结局了 那么我今天就来斗胆猜测一下狂飘的第二部 风飘 第三部 乱飘 第四部 螺旋飘 准喵喵飘 营销号可以参考一下 多去分析一下这一些 不要去偷 谢谢 谢谢 谢谢